第二个问题 她说我是一名青海省牧区的女孩 长病在家修养 本来修佛后病情稍缓 但后来吃肉病情加重神志不清 参加超度法会希望化解冤愁 但冤心债主不同意身心很痛苦又拖累双心 求老法子开始如何使我获得有意义有价值 这个问题一定要多听见 多听见多读见 一教修行就能够化解冤解 你只听只读不能够一教奉行 没用够 你的冤心债主绝对不会原谅你 一定要自己真正去做 这一桩事情呢 你们可以去看了凡思讯 去看余静翼预造神迹 现在有不少同修很用心 想把余静翼预造神迹制作成连续剧 前两个星期 前两个星期 我看了一个剧本 台湾同修做的 前天 国内 国内 同修 也有个剧本送来 我昨天 一天 今天一上午 把它看完 总共有六集 写得很好 尤其是后半段 很感动人 怎样改造命运 那么我相信 你们所有的这些业障 不会比余静翼更严重 它那么样重的业障 都能够化解 我相信的时候 我们同学所遇到的障碍 你要能够由了凡先生余静翼 那么样认真学习 改过自信 一定得到佛菩萨加持 冤情摘出的亮解 他知道你回头向上了 真正做个好人了 我相信 他也会修起功德 不会找你麻烦 如果你是假的 不是真干的 那你就没有法子 他不会绕过你的 这个要懂得 听经 读经 帮助你 一教风行 才能够消业 才能够化解 缘解 那么这两样东西 所以你要是度过了之后 你在学无量寿解 你在念佛求生进度 效果就不相同 这个人生在世 要想活得有意义 有价值 做好人 这就有意义 就真正有价值 不要学着 不要求做大官 不要求发大财 为什么呢 做官发财 那是命啊 你命里头没有财 你从哪里发呢 那是求不来的啊 但是求做好人呢 这个没有问题啊 孔夫子的学生也会 那真正是贫穷潦倒啊 可是他有些问题 他生活得很快乐 虽然是一旦是一飘饮 夫子赞叹他 灰烟不该情络 那就是他生活有意义 有价值 提升自己的境界 提升自己的灵性 这个重要 我们这两天 在华严经里面讲的十二因缘 十二因缘就是讲啊 三世轮回的理论与真相 你懂得理论 知道轮回的真相 你就晓得 轮回很苦啊 我们能够在这一生 好好地学习 不再搞六大轮回了 这很有价值 这才有意义 这一生是永拓轮回 能不能做到呢 不难做 只要你真正 依照佛陀教给你的方法 好好去学习 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 唐朝时候 善道大师说了一句话 这个方法叫万修万人去啊 为什么学佛的人多 真正往生的人那么少呢 那是他学的不如法 理论不透支 方法错误了 虽然学往生呢 依旧在造罪业 那就错了 佛在经上教导我们 那无量寿经想得很清楚啊 念佛的人 求往生的人 首先要具备的条件 就是善呼善业 这个我没有做到 善呼口业不及他故 善呼深业不犯略意 善呼意业清净无然 这三句话就是十三叶道啊 而修敬业的人 佛在观无量寿经上 告诉我们的 一定是从敬业三福 点点基础 敬业三福第一条 教养父母 奉死司长 慈心不杀 修士善业 我们做到没有 其他的不必说了 这头一条 这条没有做到 怎么能往生呢 那这条为什么做不到 这个我说的很多了 我们没有一个真正善人的基础 你经典一打开 善男子善女人 我们不是善男子 不是善女人啊 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是什么呢 对主说弟子规 你能把弟子规统统落实 统统做到 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 然后你学习 这个十善业就没有问题 很容易 一点都不难 没有弟子规统 十善业做不到啊 所以十善业就是 校养父母奉死司长的落实 在今夜三佛里头 头两句落实 然后你才能鼓舌 十善业 有十善业的基础 你才真正能够受三规五戒 要不然三规五戒全是假的 绝对不是真的 那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 所以这些年来 我非常重视弟子规的学习 无论在家出家同学 我都叫他要认真学习弟子规 比什么都重要啊 根本的根本 基础的基础 弟子规说个实在话呢 就是叫你做个好人 就是叫你做一个善男子善女人 你们想想这个多重要 你们想想这个多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